欢迎收看打开工话麦 我是许中江 行政院推出八年八千八百亿前瞻计划 包含绿能 数位 轨道 水环境 城乡建设等等 其中轨道建设占了一半四千两百多亿 但是被批评 蓝绿有别 双北不受重视 甚至是绑装 不够前瞻等等 尤其新北市因为是蓝营执政 直接杠上中央 还跟基隆市计较拿到的比例比较低 又直闯没有受邀的公厅会 那新北市拿到排名第四高的八百二十一亿的建设预算 这样算不受重视吗 而过去建设偏重在北部 那现在高雄 台南 还有台中呢 拿到近五千亿的预算 难道不应该吗 这算是绑装吗 还是兑现选举支票 平衡南北差距 尤其轨道建设呢 更能带动地方的发展 那这样不够前瞻吗 另外台北市长的最新民调 跟柯P最接近的是朱立伦与赖清德 都超过了四成 但是朱立伦与赖清德有可能转战台北市吗 尤其柯P民调下滑的情况下 那蓝绿都没有更强的选将出现 这代表2018柯P还是独占凹头 那蓝绿是不是都要检讨 那为什么都不得首都市民的心呢 下面一提我们一谈讨 首先介绍今天来宾 资认媒体人康仁俊 中豪道好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秦桧珠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主持人大家平安 还有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行政院前瞻计划 八年八千八百亿的预算 那台北市提出了九项建设 竟然全数落榜 那么同样落榜的新北市也很火大 来看VCR 国民党议员痛批 柯文哲不给力 行政院提出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八年八千亿经费给地方 但北市提报的九项建设 通通落榜 这下一毛钱都拿不到 不要因为你的不够力 或者因为你现在还在等待 蔡英文垂爱的眼神 等待蔡英文礼让给你选台北市长 所以你现在就不吭不想 假装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台中 高雄 台南 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的核定数字是多么的恐怖 这么切身相关的民生问题 就是两手一摊 然后说绿营有内线 就解决了吗 拿出数据 质疑柯市府根本不用心 毕竟与其他县市相比 申请金额差了一大截 但不只台北市前瞻计划招打枪 新北市同样落榜 周一还派人到立法院公厅会踢馆 差点连门都进不去 前瞻计划其实到现在为止 行政院还没核定 那最近他们都有找我们去开会 我们去会 当然会尽力争取嘛 所以这个整个前瞻计划 到现在为止 行政院还没有核定版 所以这个都还没确定 我们每一项都做好完整的一个准备 而且完全是以市民的需要 国家的未来前瞻做考量 没有任何政治的考量 我只希望我们行政院能够公平对待 好 我们看到行政院提出的 前瞻计划外界高度的重视 那么被批评呢 蓝绿有别 双北不受重视 来先请要人俊 怎么看真的有这样的差别吗 那再来就说 这个台北市员王宏我也说了 那台北市是二等公民 那如果台北市二等公民 台湾请问一等公民在哪里 我觉得当然这个计划 之所以引起大家瞩目的原因 不只是说它的金额的部分 而是您刚所提到 它包含到了绿能 很多这个产业 其实都在这里面 所以当然你可以看到 一开始行政院在召开 这个所谓的前瞻计划 这样一个记者会的时候 那时候确实有一些些 让大家觉得就是说 你好像不是讲得很清楚 或什么的 那为了这样林全 其实有做了第二次的一个说明 那我想包含到您刚所提到的说 有没有这个蓝绿有别的状态 这样确实 如果你就这个整体上面 大致来看的话 对于南部的一些的 这个县市 过去你又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在这一次的 这个金额里面 感觉上是有比较庞大 可是我想民众可以理解 跟接受的地方 在于是过去我们一直觉得说 城乡里面的一个差距之外 南北的建设事实上 也都长期以来 是有一些的差距 重北侵南 那在这个部分上面 如果就行政院的 他的整体的规划考量 我强调 就是说行政院 他一定必须要有一个 整体的规划 也就是说透过 我之所以曾之为叫做前瞻 那表示我后续 其实我可以有一个 比如说我一个投资的 评估效益 那我这个下去之后 我会带动什么样的 一个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当然这个数据 它是必须要 很清楚的出来之外 那对于南部的 这些乡亲来讲 是它长期以来 也都希望政府能够 多给他们一些 关爱的衍生 而不要每次都只是 好像到了选举 或什么时候 大家这样划划划 划到最后 你说故宫要南院 什么部会要签南 结果后来签下去了 或坐下去了 其实成效都不是很好 装在这样 我其实可以理解 就是说行政院 在这次规划上面 你的柄就是这么大 怎么去做妥善的分配 那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您刚刚比如说 看到说台北市有来批评 那过去长期以来 五都的部分 因为以前其实长期 只有台北市 就是说在中央统筹 分配款的部分 事实上很多地方上面 乡镇市也都认为说 怎么台北市拿到的资源 也很多 都是最多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其实在讲这个 中央统筹分配款的时候 其实很多这个县市首长 都有到立法院来表达 就是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比如说 你的这个余额的分配 或者什么财务的利用 不要说只是只给 这些所谓的台北市 或什么的 那对于台北市 市民来讲 我认为台北市民希望争取 包含新北市 我自己也住新北市 那我觉得这个 其实对于民众来讲 我也希望能够 透过这个分配里面 得到我们觉得应该有的 这样一个建议 所以如果单纯 就比例上面去比说 你看鸡人拿几拍 我才拿几拍 我觉得这样子 不是很公平 因为金额其实 尤其你跟基隆市比 基隆市已经是长期 被漠视的一个地方了 那两个金额其实差很大 只是因为你的母数大 所以看起来你的比例是小 所以当这样比起来的时候 其实就会让人家觉得 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想要强调的是什么 我觉得当然政院 他必须说服民众 就是说我的整体的 之所以称之为前瞻计划 它的主轴在哪里 我们在讲 你要拿多数的钱来做路网 那路网 当然它增进地方的交通便利性 我可以接受 但问题是通常路网的建立 它其实应该带动的是 城乡的发展 比如说我把路网建立起来之后 我有没有可能借由这个方式来招商 还是我路网建立之后 这个地方的人 因为他出去方便了 还有外移出去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被持平讨论 可是我对于昨天 比如像新北市这样子 说你的这个 这个人去这边 结果好像就是说 公听会没有邀请你 那国民党立委就去 就去抗议 协调之后 然后进去 进去完了之后 又退场 人又走了 我其实觉得 你真的仔细去看 就是公听会 理论上来讲 就昨天的那个 就是引发争议的那个公论 他是按照各政党 他有所谓的政党比率 去推他代表 所以你政党人数多的 你就有多推派一点代表 这是游戏规则 亲民党跟时代力量 就各推派一个 你没办法 你就会选择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 你如果只是要旁听 还不如去争取 就是说我能够出席 表达意见 那你可以透过 就是政党的方式去推荐 因为这个民党 但我还是这样讲 他是有比例制的 那有比例制的 其实你成为他的代表 之后你可以进去发言 你可以进去干嘛 那跟你去争取一个说 我想坐进去 就坐在那旁听 我觉得那个效果 当然差很多 所以感觉像 昨天上次去闹场吗 我不敢讲闹场 但是你会让人家质疑 讲说你都立了 都已经极力争取 你进来了 结果你集体退席 退席是因为 你在旁边要开一个记者会 来骂说这个 来质疑说这个 前瞻计划有点问题 那你就会让人家觉得 那你前面到底在争什么 对的确既然想进去 问题进去之后 又随即闪人 来请教庭分委员 可以还原一下 昨天的一个情况 就新北市 到底是想争取建设 还是说是想 针对行政院杠上中央 那再来这个前瞻计划 真的是有蓝绿之别吗 其实我觉得 我们看昨天整个公庭会 公庭会一定会有 所谓比例邀请 每一场公庭会都是如此 也就是政党 他可以事先邀请 那为什么国民党 没有把新北市这个名单 放在他们邀请的内容里面 然后呢 等到昨天在开的时候 他们才说要旁听 还不是说要列席 是说要旁听 那当时候 主席才会说 那今天如果新北市旁听 那我是不是要开放 所有各县市 都要有派代表旁听 这才有公平 那为什么你国民党 你故意不放在你的邀请名单里面 反而是用这样的方式 让人家觉得你就是在闹场 然后好 你进到里面来 你又不发言 然后所有国民党又退席 这样的感觉就觉得说 你只是在拖延时间 那拖延时间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都尊重 公庭会这也是国民党要求的嘛 国民党要求说 要开六场公庭会 我们由六个委员会做主审 由经济委员会来 由六个委员会联审 经济委员会来做主审 那你主审完之后 你又故意用所有的程序来拖延 那人民感受当然不好 那其实我们必须说 过去国民党在2008年 有提出振兴经济方案 有提出所谓的扩大内需 民进党完全没有阻挡 甚至我们全力支持 我们认为说 确实政府一定要有所谓的经济发展 才能带动我们整个活络的经济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我们不知道说国民党 为什么在这个部分要去做主党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先说有重北侵南 过去我们都讲说重北侵南 重北侵南 台北市跟新北市 大家看所有的重大建设 几乎都在台北跟新北 可是过去我们南部几乎都没有 所以在这一次前瞻计划 我们看到了平衡发展 我们要求就是说 北中南一定要平衡发展 我们看到台北市 一年的预算就已经有1668亿 新北市有1563亿 他们的预算 税入跟税出其实都比其他的县市还要高 要高很多 高很多 所以我们认为说 你自己本身的预算 你就可以支援很多的大型建设 可是中南部并没有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一次 能够透过这个前瞻 把全国的重大建设 做一个平衡发展 这才是前瞻计划 对的确 有田北文说的非常清楚 过去我们说 这国家的这个预算资源 长期是放在北部 那这次行政院所提出的 这个前瞻计划 那么将大部分的这个建设 其实是摆在中南部 那其中在高雄台南 以及台中的部分 其实分别获得了1800 1500多 以及1400多亿的建设计划 那新北市是拿到821亿 是排名第四 来获主席怎么看 这一次的这个前瞻计划 那是有蓝绿之别吗 还是打破过去 重北清南的现象 那针对这个蓝营的部分 新北市议员又跑去公厅会 这算是闹场吗 那国民党的主轴到底是什么 我很惊讶 居然台北市 市长从头到尾都没有告诉我们 他有去争取800多亿 可是答复是零 那这件事情 他就闷不吭声 完全不对外宣布 让我们大家以为 好像柯文哲市长 根本没有去争取一样 所以我觉得 站在台北市的立场 下午柯市长邀到议会 来进行这个会期的报告跟备讯 我们会好好的骑出来讨论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他有很多观点 第一个叫做 这是一个八年 8800亿的特别预算 大家刚刚讲说 平时预算如何 但是请大家忘记平时预算吧 因为这件事情 你如果要把它跟平时预算 说哪一个的县市多 哪个县市少 把它搅在一起 我觉得很难讨论问题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8800亿八年前瞻计划 这个大的计划 它不是好像 以前分饼分不均匀 我现在就拿这个饼去补 如果是这样 就太low了 就完全没有前瞻 那叫分饼计划 那不叫前瞻计划 而且八年很长 大家想想看 这个部分 如果八年我没有争取到的话 我可能要到第九年 我才有机会 另外我们看看 这个前瞻计划 它分成几个大的项目 比如说绿能计划 数位计划 轨造计划 在这个当中 我个人觉得 绿能可能需要 比较大的空间 台北市不适合 轨造计划 台北市也做得差不多了 但是台北市应该被建成 全国的数位中心 因为数位 你不需要很大的场地 厂房 你知道在这个相关的大楼里面 就可以有很多的大数据 的资料库 软体的建制 对 而且你把全国的资讯 放在这个台北市 那我相信 大家也会拍手 那居然在这个数位计划当中 台北市都一毛钱都没有 数位计划都不放在台北市 放到其他县市 我觉得 我非常疑惑 这个整个计划 是怎么定出来的 不是我也是说 现在台北市也没有提出 相关的这个计划吗 或说去争取 有啊 有争取啊 九项 八百多亿 结果是零啊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这个相关 但必须要公布说 第一个你前瞻计划 它是个什么样计划 它是分禀计划吗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 一个战略计划 先要公布 这个大的战略计划 它在收集资讯当中 它的过程是怎么样 它核定这些预算的理由 原则 效能如何 否则大家不去 从这个地方看 就看这个结果 就是数字 数字来讲 我们看 高雄台中台南 三个县市 拿了4818亿 占888亿的54.7 这是我自己去除出来的 这三个县 这三个市 就拿了54.7% 那这54.7% 它要彰显一个 什么样的大战略 什么样的效果 刚刚大家讲的 我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说 哎呀 以前这个拿的少 所以今天就给它多一点 这个不是做特别预算的 前瞻性的一个 大战略的考量 这小鼻子小眼 在在抢钱 破破碎碎的 当然我也不认为说 这个部分就好像是 8800亿 我们来除以二十几个县市 每个县市分一点 那也不是 那就是这个弥补大家计划 所以我要讲就是前瞻计划 如果你要说 我是大公无私 无私的 不分蓝地的 就请告诉我们 你这个前瞻计划的原则 预算效率 以及你当时规划情况是怎么样 至少要告诉我们全台北市民 两百七十万的市民要知道 台北市民争取 九项 结果是零 是柯文哲 写错答案 他自己考试考不好 答案 前的计划写得太烂 还是中央不给钱 否则我觉得 大家都会质疑这个前瞻计划 基本上就土地民进党执政的计划 土地民党 民友怎么看 真的是这样子吗 这个前瞻计划 是土地民进党还是说补足过去 所建设不足的部分 我觉得这样 如果要土地民进党 其实民党今天那个文传会 昨天的开一个记者会 他把它分成四大类 就是民进党执政的县市 南营执政的县市 无党籍执政的县市 还有绿营的仪器值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宜兰云林 他他在前瞻计划里面 尤其是宜兰 他只拿到一千两百万 是所有县市里面 可以说是最少的 台北市之后 那基隆他拿到八十亿 其实我们来看前瞻计划 目的性是什么 有没有需要 那你提出来计划 是不是符合行政院 他所有的准则 那前瞻计划 他是交给部会 跟地方上的联系 那所以我认为说 台北市这一次争取到 可以说还没争取到的零 虽然还没是核定版 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他的计划书 在拟定的时候 不够透彻 不符合这样的比例原则 另外包括说台南台中高雄的部分 其实台南台中高雄部分 我们看到这几年为了要让这个南北平衡 包括说沙轮台南的沙轮 他整个要发展产业园区 那交通建设 之前就提出说还有水利的问题 所以他才提出这样的金额出来 还有高雄的部分 高雄一样 还有他的这个轨道的建立的部分 所以我认为说前瞻计划 为了是平衡所谓的南北差距 为什么 他可以带动七兆的产业价值 那可以带动的就业率是多少 所以我们看到台北双北的双北地区 他其实建设是属于蛮饱和的一个状态 如果跟北部以南去看 是不是中南部的建设还需要再增加 才可以维持到南北的平衡 所以前瞻计划里面 其实在开公厅会之前 就有媒体说 比较泛滥的媒体 就说国民党要用一个焦土政策 因为因为这个公厅会 他是没有审查的能力 他没有拘束的能力 他没有法律效力 是国民党要求要开的 所以包括明天第二场公厅会要开始 要请地方的局处首长 所以你看这一次 其实国民党可以在公厅会之前 国民党就可以提出说 我地方首长来 我要增儿的人数要多少 这个相关办法是在公厅会之前 就可以协商的东西 可是完全没有 他就说我一定要用焦土政策来用 那如果这样的话前瞻计划 你怎么会说是绑装呢 这跟绑装有什么关系 包括云林 云林他拿到多少 他提出七百多亿 他只拿到多少 五十二点六亿 包括他七百多亿里面有两百七十亿 是因为台西卖了那里的空污的问题 是 现在他只拿到五十二点六亿 他是不是要气到哭说 是不是你把我们当仪器指呢 有这样的问题吗 所以这跟绑装我相信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另外一点我认为说国民党在操作这样的议题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它拿到变成一个蓝绿对决 无限上纲的政治意识形态 因为这只会让你失去中南部的选票 为什么 因为建设中南部如果说朝野共同合作的时候 让整个城墙差距能够缩短 那对于中南部 人家会认为说 你看人家国民党也在跟民党过去一样 在前在特别预算里面都会提出最好的这个方式 那大家共同来讨论 这才是吸引回南部那些中南部选票最好的方式 对的确认说实在执政本来就要建设嘛 那现在如果说建设就说成是绑装 那说实在那就不要做了 那不要做那人民选你做什么 来庭分委员怎么看这次的这个建设 是不是翻转中北清南的一个情况 那高雄台南跟台中可以拿到近五千亿 那最主要不足的建设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看说 这一次的前瞻计划 它的重点 它有轨道建设 数位建设 水环境建设 绿能建设跟城乡建设 现在可能 大家看到这些说 各县市自己公布 有被行政院接受的 主要可能是在轨道建设跟城乡建设 还有绿能建设 因为它是必须一个大建设计划 它要这种建设有评估有计划 那如果我们讲说最大宗的 不论是台南或高雄 最大宗的就是轨道建设 轨道建设 那我们要问台北 现在轨道建设架构的最完整的 就是台北 怎么可能再把轨道建设放在台北 不可能呢 它就是要把台湾的路往要建构起来 就是说在北部有捷运有轨道 在中南部一样也有轨道有捷运 所以我们有轨轨有捷运 所以在台南就是轨 就是我们的轨轨 那在高雄就是捷运 所以这些都占得比较大宗 那再来就是绿能 绿能科技产业园区 在我们的沙伦 所以很清楚 我们大概都是这些大计划 所以你说今天 这个绿能要放在台北吗 不可能啊 绿能总是在南部 它的太阳比较大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必须要看整个前瞻计划 它的架构 所以我们认为说 数位建设真的像柯P市长所讲的 还没核定 因为数位计划 它是比较大的 像AI等等 智慧科技等等 所以台北市博士领 台北市博士领 还没有领 对 因为现在还在审 所以我觉得说 柯市长说的也是对 就是说你需要的是哪一个环节 应该趁着机会 赶快去做争取 那现在各县市有核定的 都是大型建设 包括轨道 包括绿能 包括乘乡 是 的确 蓝贞俊 我看到的资讯就是说 这个部分 预算已经定了 是不能动的 所以请庭飞委员 等一下解释一下 如果说都已经定了 不能动了 然后要去立法 那台北市再去争取 已经不在这个八千八百亿了 他可能另外拿一点钱给你 但不在这个八千八百亿的大饼 争取有什么用 柯文哲是被议员骂了以后 才说还没有定 其实很清楚 就是他争取了八百多亿被打回票 他争取的这部分 行政员是告诉他说是零 一毛钱都没有 这是肯定的 这是肯定的 所以你是 那柯必说的上位核定 那到底情况怎么样 没有 现在基本上 他就是五大建设 当时候前瞻计划 他就有把它归类出来 有几大方向 那你当然计划 一定要纳入在这个方向里面 所以我们认为说 如果台北要走的是数位科技 数位城市 那在数位建设 它只是一个大架构 它很多细项 还是可以纳入 它的一个规划当中 所以这个预算 因为这些细节预算 还没有正式核定 是 好来来人俊 如果说比较及台北市 那新北市还有八百二十一亿 那那还不满吗 还这个觉得不够前瞻吗 不够满意吗 其实刚秦议员的说法 我我其实都大数都接受 比如说他其实也很中 可能讲出来 就是说以台北市目前的状态 比如说以入网的部分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 台北市入网 其实建构的都很多 所以他也很诚实的讲说 其实如果你去争取 这个入网的部分 事实上会让人家有些意见 可是我现在给大家看的是 三月二十四号 这个媒体的报导 其中针对台北市所提出的 九项的这个计划 他要争取金费 当然这个金额或多或少 有些差别 因为当时写法是说五百亿 那现在刚刚讲说是八百多亿 可是这九项里面 我倒真的觉得就是说 像秦议员你们可以去问一下 柯文哲市长 你这个九项的评估是怎么出来 因为你知道当时政院 其实就是好 我有这一笔的这个想法 跟这个预算 那请各个地方政府 你今天把你自己的规划提出来 所以台北市送了什么呢 他台北市就送了这个 台北市东侧南北向轨道运输 然后这个五谷地区的防洪计划 就要做这个摄子岛 然后还有翡翠水库的水管的什么计划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金融园区 公所限制 那这个跟行政院所定定的大方向 也就是说他已经告诉你说 我要做绿能 我要做这些 是不是符合这个计划里面的相关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县市里面自己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怎么去提起这些 所以我刚刚听到这个议员也讲到说 那柯文哲他们其实也要问一下 你当时是怎么送这个计划 那你就知道如果柯子木根本都不合 你是要怎么去符合这个计划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些东西 可能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去骂说 你就是中北青藍或怎么样 但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说你原来原送计划里面 是不是符合这个前瞻的项目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看到台北市里面 我其实倒觉得就是说 因为现在还没有定案 所以大家都在各自争取的状态之下 等到他定案之后 大家一定会去检视 你台北市如果今天过关的是这个 那你其他的过关的那个其他县市过关的项目是什么 我觉得大家一定 这里面其实我讲的话就是一个争取 至于数位中心上这种东西 其实我说实话大家都想争取 可是过去像这种数位中心 会不会争取在所谓的大都会地区 你光看之前讨论那个Google 要来台湾这边设一个什么资讯中心 做一个资料库 他设在哪里 他没有设在大都会地区 他设要设在云家 地匹比较便宜 对 我知道 所以这里面就是你今天要争取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考量 包含你要去争取这些设备的时候 比如说你要做云端做数位 没有人规定说一定必须在大都会地区里面 你才能设嘛 我都走云端 我都走那个了 我还一定要透过说 我在台北市或在新北市比较方便 或我在高雄比较方便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 大家不是很能够接受 所以我觉得行政院他必须要很诚实的 也告诉大家讲说 我在评量的标准上面是什么 同样的在绿营的县市 我们也有听到 你今天告诉大家讲说要做路网 屏东也有意见 我要争取你高铁给我 告到这个肯定 你跟我说不符合评估效益 那你就跟我讲说 你那个就符合评估效益 那你的评估效益是什么 我听到南部的县市首场 其实有很多对于这些事件 也有他们的一些的看法 那行政院你既然要做一个 其实我还是这样强调 因为他称之为叫做钱瞻 你就必须告诉大家 我这个钱是花在刀口上 而不要每一次都是跟人家讲说 我为了拼这个建设 我又拼了一大堆 就到最后蚊子管的蚊子管 废弃的废弃 停用的停用 有合约纠纷的 有合约纠纷 过去你如果要翻太多的这个东西 我倒觉得这个是行政院 他真的必须开诚不公的讲出来 的确而且钱瞻其实还有基础建设 过去我们的基础建设 尤其在中南部 是的确是比较弱的 来 慧珠姐补充 我要补充一下 刚刚所讲的 第一个我就说 可能是柯文哲写错答案 这是我们要去问他的 如果柯文哲写错答案 那他的官员要去负责任 那刚刚我提到说 像Google他争取在彰化 其实主要是那边 可以提供很大片的地皮 那我觉得柯文哲 应该把它放在 士林北投科学园区 我们今天要开辟个 新的士北科学园区 整个都是树地 你那边可以设立一个 大数据中心 让台北市 士林北投科学园区 就变成台湾的数据中心 大数据中心 这是柯文哲 他可以去写答案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部分 如果是柯文哲 他们写错答案 表示他这个团队是无能的 这也是我们要去讨笑的 但是我觉得今天台北市 在这个前瞻计划中 一毛钱都没有争取到 表示你们市政府的规划 团队有问题 预算争取有问题 跟中央的沟通有问题 柯文哲是我们大家好好 要去请教他一下 来 明佑你简短回应好了 我觉得这个最简单一个问题 如果市议员对这个有疑虑的话 其实他可以去调资料 如果你前三计划的计划书拿出来看 如果不符合行政院的原则的话 那就一目了然 那另外我要提醒一下 秦卫朱议员 就是说他现在要发展 这个士林北投那些科学园区的时候 动用到的会发生什么状况 那就是环保团体的抗争 那早就规划从好龙斌时代 就希望去那里拓展 最大的问题碰到就是环保团体的抗争 所以那里一直没成立 所以如果他 已经早就成立了 我知道他要规划 可是接下来他必须面对 已经规划 然后很多的基础建设都开始了 可以面对的是说环保团体 什么绿素团体等等的问题 那些可以去沟通 所以我认为说 细节的问题可以沟通 我认为说如果这个把它纳入前瞻计划 这本来就是在预算数之内的 你从上一届好龙斌市场就规划了 那你给我把它纳入前瞻计划 或许行政院认为说 你这个是符合比例原则 对不对 哪有说一笔钱 一笔钱爆两次账的 没有这个道理 所以我认为说 市议员如果有质疑 柯文哲的问题 你可以去拿计划输出来看 一目了然 那告诉行政院说 其实我们这个是符合的 那一一条一条 对 所以我觉得未来行政院 他的原则是什么 他六大部会负责的 那六大部会 就是要负责跟地方的局处首长 好好的去沟通说 你们的计划到底有没有符合 这样的原则性 我认为这样才是可行性 才没有被人家说 你这个绑装的嫌疑 对的确 其实各县市都希望建设 因为最后选民就会来评断 你做的好不好 作为下次投票的参考 那么说到台北市的选举 在二零一八的部分 到底谁能威胁到柯文哲 是赖清德还是朱立伦呢 先休息会 马上回来 美丽岛电子报 昨天公布民调 如果朱立伦和柯文哲 角逐下任的台北市长 那朱立伦支持率有37.6% 跟柯文哲的40% 相比最为接近 只输一点点 来看VCR 有一份最新民调 如果朱立伦与柯文哲 角逐下任台北市长 朱立伦的支持率 有37.6% 和柯文哲的40%相比 只略输一点 我目前我已经强调过了 我做好我的市长工作 柯市长做好他的台北市长工作 双北一起合作 认真地把今天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那你跟他竞争 会不会双好你们之间的感情 这个这种东西等发生再烦恼 好我们来看到 二零一八虽然还没有到 但大家都很有兴趣 谁能够挑战柯文哲 那么美丽岛电子报 昨天公布的这份民调 我们来看到 那么其实最接近柯文哲的 这个民调的部分 我们看到柯文哲 44.6% 朱立伦是44.4% 这个非常的接近 再来就赖清德的40.4% 那么其实都是四成以上 那再来就是张善政 姚文志跟蒋万安 因为数字是差得比较远 好我们就不谈 那另外一部分呢 还有这个台北市的对比式民调 比较有趣的是呢 柯文哲如果是对上这个朱立伦的话 那柯P呢是40% 朱立伦是37.6 那柯文哲如果是对上赖清德呢 是35.2对32.3 柯文哲如果是对上张善政呢 就43.6对上28.1 差距就拉大 最接近的是朱立伦跟赖清德 那再来如果说台北市场选举呢 如果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都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那你会支持哪一边 我们看到柯文哲呢 有得到23%的支持度 再来民进党候选人是10% 国民党候选人是23.4% 显然国民党是高过民进党候选人 蛮多的 来请教民友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民调发展 我觉得我最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 柯文哲在任何发表一个言论的时候 去研究了大数据 所以他要讲什么话 他是有进行大数据的去研究 包括说蒋介石的问题 包括说什么香港没有选举灵魂的问题 包括说新加坡金失确的问题 可是从这个民调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那是柯文哲拉拢是有用的 为什么拉拢是有用的 如果说国民党这些人都来台北市选 其实在民进党的评估里面 也认为说朱立伦极有可能转战到台北市来 这是他们非常大的一个劲底 真的有可能吗 我知道的民进党他认为是有 那所以我那天听郭正亮委员这样讲 我想说这个是真的有可能吗 如果以照这个民调来看 来选的可能性也应该蛮大 因为张善政他原本一直期待张善政 我讲话 看起来民调差距都太大 让我比较意外是姚文志 为什么 因为姚文志他或许还没正式宣布说 我也得面双告对 现在还要在整合民调当中 去寻求一个胜出 可是差距蛮大 对 差了快二十个percent 那如果差了二十个percent 最近姚文志的动作是平平的 那如果这样子没有压着滑水效益 表示说柯文哲的大数据分析是有效的 为什么 他要的可能不是只有极端绿的 或许过去有绿的或中间选民 拱出了柯文哲出来 他现在要的可能是浅然这些 可以信任他的 把这些要的选票拿过来 所以我认为说柯文哲 在这一次这个民调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说 绿的实在气得洋洋洋洋 尤其是蒋介石什么 要放下仇恨啊 让绿的选民气得 尤其是独派这边说 过去我们停里停成这样 我那天听到这个讯息说 我很意外 柯文哲其实还蛮聪明的啊 他把所有的大数据分析 搬到市府去 然后做了该什么样 该什么样言论 确实也拉拢到一些浅然的明星 所以你觉得他不是失言 他是有计算过的 才会讲这些话 对 我觉得他是有计算过 不然他没必要去扛这样的浑水 那包括说他上一次跌倒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被枯首到很有风度 对 那选民会不会感动 会啊 他说这个市长 他跌倒还可以再爬起来啊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说柯文哲未来 世代运是他非常重要的观瞻 对 如果世代运办得好 我认为他这一段时间所有的言论 虽然我也很气啊 可是某一方面他就是为了世代运 要拉拢说中国不然你也来参加一下 香港来参加一个新加坡来参加 来建设我们台北市的发展 所以你觉得他的那个世代运如果办得好 他民调会往上走 会继续往上走 会抵消掉他这阵子的失言 对对对 我觉得他是有计算过这样的问题 来来 惠苏姐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看起来科匹还是民调相当的高 那为什么他不断的失言 那民调也是往下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似乎蓝绿都威胁不了他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好我们从上一次他的选举看 他拿到57%的选票 换句话说他在传统民进党 40%到45%这个选票之外 他拿到十几% 这是任何今天民进党赖清德也好 蔡英文也好都拿不到的 这是科匹他自己聪明的地方 所以他根本不怕 你民进党派任何人来 你没有办法比科匹拿到的票更多 因为民进党的基本盘就是这样 如果赖清德蔡英文到台北市来 很多的中间选民或者是浅蓝选民 也不会投他们 但是这些中间选民浅蓝选民 他可能不会太讨厌柯文哲 因为柯文哲对两岸来讲 他也讲过两岸一家亲 他也讲过尊重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他可以这个理解 可以接受 那他现在当然我知道他会有两个操作 第一个操作他尽量不得罪大陆 比方说他得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发动他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 让这些国家在世大运通通不来 我相信他影响五十个国家不来 他绝对做得到 你想想看如果说这些通通不来参加你世大运 你世大运丹没人是多么的难堪 所以他你看柯文哲上任这么久以来 这两年半他不敢得罪中国大陆 讲话是非常的谨慎小心的 这样他也不想得罪泛蓝的人 那也因此你看他过去骂蒋介石的那些话 他现在当了总统以后他没有在骂 他过去二二八年他讲的那些话 他现在也不讲 所以他很清楚就是他的百分之五十七 其实有十几%是建立在蓝军对他的不排斥上 如果今天蓝军把柯文哲看作跟民进党 任何一个候选人画上等号 那柯文哲就不是柯文哲 柯文哲不会比赖清泽 不会比蔡英文 不会比苏贞昌更了不起 这是柯文哲我相信他的一个算计 我补充一句话 我认为说现在是蓝军还没整合 如果柯文哲太依赖这样的民调的话 如果蓝军整合好 整合好的民调形势又不一样 这有可能是对决的状态 所以他最好最好还是要赶快跟绿营的整合 因为未来这还是支撑他最重要的基础 是的确 那会主席这个朱立伦的部分 如果这样民调看起来 他会是这个国民党蓝营光复台北市的救星吗 我觉得国民党一定要找一个在自己做民调 比方说党主席选出来 那个党主席他可能赶快就要去挖点钱 做对比式民调 选一个最强的这个候选人来游说他 或者是劝劲他栽培他都应该 那我们发现姚文智根本不足为据 你看姚文智还输给蒋万安 姚文智基本上他想选这个市长 可是他在立法院没有表现 他当一个立委不算是特别的优秀 或者是说在立法院看到他问政多么犀利 是一个第一名的立法委员 他不是他只是说在民进党这一些 他过去跟顾力熊跟李秀莲这些比他比 他们好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姚文智基本上出局了 那民进党要么就是支持克文哲 要么就是找赖清德来押 那个谁不是讲吗 那个我们的姚老师不是讲吗 如果赖清德来 那整个这个可能克文哲 就剩十万票 那四十五% 四十八到四十五%的基本盘的绿营 就会给赖清德 那克文哲就只拿那游离票 好那现在就是刚刚主持人问到说 国民党怎么办 我觉得国民党就是 谁有最大的支持度 就劝劲谁 这个策略是一定是要有的 大家看起来是朱立伦吗 那朱立伦客观情绪他自己愿意吗 我觉得朱立伦客观情绪愿不愿意 不是重点 他也不想当党主席 其实他也当 他也不想选总统 他也选了 他也不想去选新北市长 他也去选了 有的时候以大局为重 他必须要对他的选民 包括整个蓝军来负责任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会不会选 如果说非他默许的话 那大家就要去 恐怕也非他出来不可 是这样子 他也必须要为党去一战 OK 蓝军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民调趋势 那当然就说目前看起来 那为什么这个柯P 现在看起来蓝绿都拿他没办法 那台北市民到底怎么想 对蓝绿是不是都不满意 这个民调大概看起来 做起来的那个方向 绝对不是三强鼎立 他就是做蓝绿对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柯文哲基本上 如果按照这个 刚刚秦医院的这样一个分析 如果民进党也派人 跟柯文哲选 然后这个国民党也派人 那大概是没有什么胜算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民调的这个比的方式 其实他就是一对一的 对决的做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柯文哲当然知道 他的优势在于是 他拿得到一些 民进党拿不到的票 那这个其实在 2014年的时候是这样 在2018年的时候 我认为柯文哲还是在 希望维持这样的一个优势 所以过去你刚刚 你看到柯文哲 在一开始当选的时候 他某种程度跟人家讲说 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所以走过自己的路 意思就是说 好我觉得不对的 我就讲 我觉得怎样我就骂 我觉得怎样就批 当然引起很多 这个被他质疑 跟批评的人的反弹 可是在那个时间点 他瞬间凝聚了 很大的共识 那包含到对于台北市民来讲 你很多东西要他使用者付费 这个U-bike的优惠也要给你取消 也要说大众捷运 这个运输系统 也要涨价 因为他说你要使用者付费 可是柯文哲回房的速度很快 我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在做 要做选举的准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在某些的议题上面 你可以说他妥协 你可以说他怎样 可是对不起 他在他在调整 他的整个的步伐 所以前几天 这个清明扫墓的时候 我还特别看到 应该是柯文哲 他们自己也讲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便利性 或者什么帮大家准备 那你说他这个东西 如果按照以前他认为说 这个要学用者付费 你都要去传 那我觉得他其实在调整 所以当这个民调出来的时候 当然潜在的 看起来的人选 就是赖清德 有可能会跟他有对决 不然就是 对决就合作 但问题是 你会发现到 其实这个媒体之前 也对新北市 做了一个民调 那对新北市做了民调 一样是把赖清德当成对象 那当成对象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 因为这个民调里面 有一个叫适合度的东西 那赖清德在当时 在新北市的时候 适合度是输给 那个侯友宜的 在这一次的适合度里面 赖清德还是输给了朱立伦 当然这个差距都不大 我先强调 但我现在纯粹就数字上面 来论数字 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 赖清德的下一步被大家所关心的时候 民进党内部有一个说法说 希望找他到总统府来当秘书长 对不对 赖清德也证实说有 可是那时候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讲说为什么要借他来 因为他有一些这个 比如说国际视野上面 可能角度比较少接触 那比较少怎么样 然后希望借由这些来给他力量 那我刚刚讲适合度的这件事情 事实上我相信民进党也会有发现 就是说为什么他的热衷的讨论度很高 可是到了选民这边来做民调的时候 那在数字上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可信的 那怎么在两个地方的适合度 反而输给了这个国民党的参选 可能参选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未来的战略上面 应该会有一些的调整 可是对于柯文哲来讲 我相信他现在应该会有会需要警惕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 过去你曾经跟人家的民调里面 相比起来是拉高差距还蛮大的 刚刚惠珠议员讲得很清楚 你有那十几% 你是可以拿到这个比较青蓝的 或者是比较中间选民的票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起来 双方几个的差距里面还蛮小的 所以这个如果你柯文哲不能够在这个 因为你马上还有很多东西要被检视 比如说四大运 那比如说后面的接下来一些状态 你经不起任何一点点的闪失 所以如果这个闪失有出来的时候 我讲实话 民进党其实内部也讲得很久 没有必要一定说我要礼让谁 或我一定要让给你 或者百家争鸣 不要讲说台北市争成这样 台南那边战况也是很激烈 这两天又有人跳出来讲说 我也要来争取初选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盘来看的话 就是你今天执政者虽然有执政的优势 可是柯文哲现在看起来 他确实优势有逐渐的在缩小当中 那这个是柯文哲 他自己必须要去调整的 当然现在其实都是一个假想对象 都还没有说正式宣布参选 因为等到正式宣布参选 那么说实在到时候的那个民调 可能又不一样 来听分委员怎么看这样的发展 其实看到这个民调 尤其我们看到柯文哲 23% 民进党没有人选的时候是10% 然后国民党是23.4% 那这样子的一个民调数字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民进党跟柯文哲基本上是不能分开的 不能分开 好 因为我们看到说没有对象 没有对象哦 民进党的支持都还有10% 就表示说这是非常时钟的 也就是说如果民进党有推出人选 他起码是10%起跳 但是呢如果说再加上比较优势的人选 他可能他的民调还会往上涨 因为他自己的个人优势 所以我们认为说柯文哲跟民进党 如果说在这一场选战当中 他是分裂的 那最后真的就是被国民党 就是余翁得利了 尤其这里面还有43.6% 是不表态的 所以如果说这些不表态的 他还在看整个局势的变化 尤其柯文哲他现在有执政包袱 不像以前 他可能在2014年的时候 他是一张白纸 他可以喊说要改革 要改变 要转变 可是现在他自己是执政 甚至他过去所提出的政策 大家一定会做检验 你做到了没 甚至世大运也是他的一个检验的指标 所以我们认为说 其实柯文哲路还有一段距离 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在跟民进党 去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协调的时候 绝对不是说 你看我现在不需要民进党了 如果以这个数字来看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以这个数字 我相信国民党还是会有优势 所以说其实我们看到说 2014年因为当时我也是选队会的委员 我们当时就是以合作 民进党先提出人选 再跟柯文哲去做PK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合作的模式 未来可能柯P柯市长还是要遵循 还是要继续 对因为毕竟合则两立嘛 那分恐怕会让国民党余庸得利 先休机会马上回来 谈到2018台北市长的选举 现在民调跟柯文哲最接近的 就是朱立伦 但是朱立伦参选 是不是也有一道技术难关 来先请教这个惠珠姐 当然蓝英的部分可能会思考 就是说如果按照规定 必须在选前四个月要去入籍 台北市才有参选资格 但这样的话 新北市必须要由中央来派任 就是这个代理市长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新北市来说 会不会产生一个 这个所谓的交棒给蓝营人选的危机 也就是说双北市 会不会有可能双输的情况 我可以理解 假设我是朱立伦 我第一个考虑的 恐怕不是说我个人 朱立伦要干嘛 而是说怎么样 稳住台北县新北市 让新北市的政权 继续使蓝营来掌控 这个是他作为一个 现任的县长 市长 他最大的任务 否则的话 你给这个民进党选上 这个市长 他可以把你所有的建设 所有规划 通通都推翻 那甚至呢 很多就是后任的 把前任拿来这个八份 就像这个柯文哲 什么炸巨弹啊 不盖了 什么东西不盖了 这个是很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 第一个我觉得 他如果大公无私的话 他会想考虑到 怎么样对新北市民 做一个很好的交代 怎么样去把这个传承做好 让新北市继续是蓝天执政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有一定难度 不只是四个月的问题 难道选这个台北市长 只要四个月把户籍牵过来 四个月在那边跑一跑 就选上了吗 当然不是嘛 我们各党的提名 明年年初就要搞定了 民进党说不定 今年下半年就要提名了 那其他政党也是 你大概三月 最好五月 你县市首长要提名了 那提名之后 他挂着一个台北市长 国民党下届候选人 来当新北市长 那多尴尬 他每天在这个议会 就会被民进党的议员炮轰 说你这个到底是要干嘛 就逼他马上要辞职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选台北市的话 他搞不好明年三月五月 就逼着要辞职了 辞职之后 那新北市那个问题 可能就更麻烦 我讲的就是说 由民进党的这个中央派一个 要选这个市长的人 来当这个市长 然后把朱立伦的局处上 全部干掉 全部换掉 然后把他的计划 批评英文不值 就是代理市长就骂朱立伦 说你做的乱七八糟了 什么什么什么 那那个真的是后果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 朱立伦应该势必 不会去选台北市长了 我觉得他要选台北市长 他一定会考虑很多 而且风险也蛮高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尽管朱立伦的民调很高 但他的这个困难度也很大 所以非万不得已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 其实还是可以去找张善政 或这个民调 没有做这个丁守宗 做其他人的考量 万不得已再来劝劲朱立伦 否则有一个情况就是 台北市输了 新北市也输了 那就更惨 都有都有可能这种情况 来听分文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双北市对于蓝绿来讲 都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那这个绿营的人选又在哪里 绿营人才积极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比如说一定会提出最优秀的人才 那基本上因为朱立伦我觉得 这是假议题 因为不论是说他台北市 你也觉得不可能来选 或是过去曾经也有人家说 他会去台南市 我觉得这就是假议题 因为朱立伦他已经新北市 已经是池霞市的市长 而且是双北 双北的市长 他怎么可能说 你我再来挑一个台北市来选 即使说只有他能够迎科文者 问题是对于他来讲 国民党也不可能做这样的安排 尤其朱立伦自己在总统这一局 已经输得很惨了 甚至说他的做不满 让大家已经质疑了 然后他已经要几次 桃园做不满 新北市做不满选总统 然后又做不满选台北市长 那光被人家讲 我相信他的政治生命还不足